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午安 基本上我本来今天是以一个小书名的身份 来参加老师的一个新书发表会 或既然老师请我上来分享一下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台湾环境教育推广的 推动的非常成功 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叶老师手上促成的 那台湾环境教育法推行到今年 已经超过十年了 所以其实就像这个书序里面 陈淑芬执行长所写的 叶老师真的是永续环境教育的先行者 在这一路上所推动的这些事情有法规 法规下面有非常多热情的像校长老师 或者是各个领域的人一起来加入 所以让这件事情推动的如火如荼 而且这个成果在我在书里面服务的时候 就看到各个国家都希望来台湾学习我们的经验 那尤其是现在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外籍学生 进来台湾念书 他们到台湾来对台湾的印象说 哇 为什么我们的垃圾分类可以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的资源回收率可以这么高 怎么在路边路上不会看到有大家乱丢垃圾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环境教育 游戏教育到禁令教育 其实这些都是现在在推动禁令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我也非常佩服老师 身为一个学者 出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老师有这样子的使命 我也祝福老师这书可以如邱老师所说的可以实刷一项 谢谢大家 谢谢